各位他们在跟你们玩游戏嘛 呃 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经文要从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开始 今天晚上从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开始 呃 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圣经 你就听我讲可以 呃 大会同工说 呃 最好打在上面 呃 可能会方便一点 如果您觉得这样不方便的话 呃 妨碍您的视线 您可以跟大会反应 我们都是从善如流 呃 呃 一定是改进的哈 呃 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看 没有圣经你听我讲 你要跟我一起看 一起听都可以哈 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度到那边去吧 呃 呃 福音书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有三个福音书都提到 马可福音讲的最仔细 主耶稣的身体里面 大概是在这一天 是最累最忙的一天 因为这一天呢 圣经上是我们 耶稣从马可福音的次序里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在这一天 从早开始就讲道 就讲那个天国的比喻 耶稣花了一天的时间 讲天国的比喻给 给人听 那么讲完了以后哈 他还有一些 这几天还有一些其他的福音 那其他的福音的部分 我们就不去谈他 就是耶稣那天晚上 他那天白天最累的那天 在那天晚上呢 他却又说我们到那边去 有什么重要的事 让耶稣累了一天 还要不休息到那边去呢 有事情的 继续讲道的事情 我要再提一次 各位弟兄姐妹 还有信主 没有信主的朋友哈 包括基督我看这些方面 也很陌生 我们相信我们主耶稣 是完全的神 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 他是完全的神 就是他是三位一节 第二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主宰 他是完全的神 但是呢 他也是完全的人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 也会饿 也会渴 也会累 他跟我们有完全一样的人性 和完全一样的身体 除了他没有这以外 凡谢跟他的地心相同 这是希伯来书讲的 所以任何一个人 不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 主耶稣 好像是一个仙人 好像耶稣 好像耶稣是 是什么特别的仙人 半仙半仁的 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不会饿 他不会渴 他不会经历这些天然 各位 不要这样去想 我们的主耶稣 是完全的神 是完全的神 他没有任何的惧怕 没有任何的需要 没有任何 他不会死 你不会累 但他是完全的人 他也会 这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 怎么结合在一个人身上 那我们真是不知道 我们只能够从圣经的人了解 好 你在了解耶稣的时候 不要把他想成是一个仙人 他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他累了 今天晚上 他说我们过去 要渡海 渡海或者渡一个很大的一个湖 那么后来耶稣就跟他们一起过去 三七节 在他们晚上过海的时候 过了海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整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 他说 孤主我们上命 你们不顾 耶稣实在太累了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这么累过 就累到真的打雷都吵不醒 躺下去就睡着了 耶稣对面也是这样 躺下去就睡着 他躺在船尾就睡着了 而风浪非常的大 这么大的风浪 叫门徒都吓坏了 各位这些门徒不是没有见过 世面的门徒 这些门徒见过风浪 这些门徒 耶稣的这些学生 他们是世世代代在加勒利海这里 做渔夫的 所以他们是经历过风浪 风浪都会轻易把他们打倒的 这个 红军不怕长跟来 千山乱水 主等贤 这个 这一点风浪算是 可是今天晚上的那个风浪 门徒害怕了 这风浪不是一般的风浪 这个风浪 各位我知道你们都是高级中日分子 所以我也念过一点点诗 我也 喜欢科学 我并不是迷信人 刚才 还有人来跟我讨论一些历史事实的事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们基督徒 包括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 常常有个坏毛病 这坏毛病呢 就是我们报喜不报忧 我们跟伟大理说 毛主席非常像 好大喜功 好基督教的功 好 我们好大喜功 常常喜欢讲一些不真实的事情 我们讲一些不真实的事情 表面上说 我们是要做见证 其实是做假见证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基督徒 我们为了要让人家信耶稣 我们就是用尽一切办法 但是不可以用虚骗的办法 不可以说假见证 不可以说一些 我在教会里常常听到一些伴手的报告 这个不诚实 我们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我们基督徒也很不客气的 很理直气壮的 我们说我们信的是真理 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我们绝对不做假见证 不要说虚假的话 没有 我们现在说的 我要讲的就是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也相信理性科学 所以我就相信 但是我最重要的基本是 我相信圣经上帝的话 我一切根据从这里来 圣经上很清楚讲到 有鬼 各位 有神 有鬼 我没有看过鬼 我也没有看过上帝 但是因为圣经上的记载 因为圣灵在我心中这儿见证 我就相信的确有这位真神 而且的确有鬼 我的意思是 恐怕很多基督徒 尤其知识分子还信神 但是有鬼呢 就不大信 各位有鬼 因为 包括圣经 包括周末晚上 包括在内经的晚上 当风浪这么大的时候 圣经的反应很奇怪 风浪非常大 门徒吓坏了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风浪不是一般的风浪 他们就去找耶稣 夫子啊 我不知道死了 船要沉了 这风浪太奇怪了 你不顾我们吗 耶稣醒了 各位 耶稣醒了 耶稣醒了以后 就赤着那个风 和赤着那个海 就骂那个风啊 你吵什么啊 就是骂这个风 骂那个海 你动什么 然后 直接的讲说 你给我安定下来 那风和海就安定下来 各位 这个看起来跟上聊灾记忆 也像风神榜 好像不可信 耶稣这个表现啊 很荒唐 呃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做 我们当中的妈妈 有的时候会做 我们在台湾呢 有的时候 譬如说 啊 在台湾台风嘛 在 启架的时候有个台风 台风 呜 虽然那风筝非常大 那有的时候大到 你可以听到隔壁的 或者那个台楼 啪啦 被吹垮了 我们假定 有一天晚上 我的女儿 我没有女儿啊 我女儿搬一个房间 哇 把旁边的房子吹垮了 哗啦一声 我女儿笑哭了 哭哭哭哭 妈妈就这样抱住 然后就会说 妈妈骂那个风 所以你不要吵我的宝宝 对不对 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做 或者地震的时候 妈妈打这个地 你不要吓我的宝宝 对 有的时候 做母亲的 会这样来安慰小朋友 这一次呢 耶稣好像把他们 二三十岁的那几个门徒 都当做小宝宝 这些小宝宝笑话了 你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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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我的小宝宝 他们就不吵了 我听起来像笑话一样 各位 这不是笑话 各位 风和海 是不然界的东西 地震 不是通过不然界的东西 我再一次说 各位 我不是一个明信的人 我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 我不是明信的人 我也不会像有些灵人派的话 到处都是鬼里鬼市 这也是鬼 那也是鬼 我也不相信这个 我觉得很多时候 的人自己制造的东西 但是呢 在这里 耶稣的确得备风和海 那种风和那个海 如果风和海 后面没有恶斥力 没有撒旦 没有魔鬼在那里做事的话 耶稣不会去骂风和海 因为风和海 你是自然界的现象 自然界的现象 当耶稣折备的时候 表示自然界的现象 后面有非不自然的东西 那是魔鬼 另外耶稣也曾经折备过 赤折过 发烧 所以他讲耶稣折备那热病 各位热病不过是生命的现象 没有什么好骂的 除非那个热病后面 的确有魔鬼的作为 我们在圣经上看到有这个现象 所以我就相信一定是有 各位 请您放心 如果你生病了 我为你祷告 我不会骂你一顿的 我不会说你这家伙怎么搞的 后面有个鬼啊 我不会这样说 但是我也不会否认 在这个大自然的世界 完全被上帝讲完的时候 神也允许 这很多邪灵不鬼 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事情 你在语谷所说 可以看到 我们原来不信主的时候 我们不在中空属灵的恶魔之下 不管你是大科学家 是无神人 或者你是迷信 信箱的那个老太太 都一样 圣经上讲 有鬼 圣经上讲 有的时候 神允许鬼 用风浪来搅扰人 是有这些可能的 在我看宣教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 我也看到这个情形 带德森来中国的时候 他曾经在他日记上提到 当那个船接近中国的时候 那海浪是那么的大 他说了一句话 跟另外一个宣教士讲的非常像 另外一个宣教士讲的更直接 那个宣教士是从北欧来的 叫Maria Manson Maria Manson 这一个玛丽孟孙女士 这个可能多数的中国基督徒都不太知道她 她是山东大父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臣 她长期和一个同伴为中国教会的父亲祷告 我很佩服这个姐妹Maria Manson Maria Manson当她的船到了渤海的时候 她说 她在她的意义上这样说 她说风浪大到恐怖的地步 连水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浪 然后她说 好像全中国的魔鬼都要把这艘船弄成一样 我相信她讲的话 各位基督徒 各位非基督徒的朋友 你会说我说胡话了 说魂话了 好吧 这个真是我的看法 不管是在中国 在印度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尤其那长期 不信靠上帝的民族和国家和文化 是长期活在 对 上帝有恩典 这我们不否定 上帝有提到的恩典 我们不否定 我就讲中国和印度吧 这两个国家长期没有尊神 但是神的一般恩典 让这两个国家 有高度优秀的文明 我们也非常欢喜在那里面欣赏 印度的我不知道的很少 中国的我知道一点一点 而我们的诗词 我们的艺术 我们的艺术 我们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这是神的一般恩典 但是我们也必须说 任何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个人 团体民族国家 长期在不认识上帝之下 是长期受魔鬼的捆绑 当福音的死者 当基督徒到这个地方 到中土来的时候 到印度来的时候 到非洲一个落后的部落的时候 到任何一个地方 到中国的科学院 到中央研究院 到全世界最先进的地方 去长阳福音的时候 不管他是最高级的科学家 或者最低级的迷信世界 各位魔鬼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的 所以现在要是 到任何一个没有认识上帝的地方 是非常艰难的 对团体是如此 对个人也是如此 各位 信耶稣的朋友们 您真是要原谅我 您还在听我讲话 其实就听我在骂你身上有鬼 你 你还没听出来 暂时你被骗了 所以我们在带你 信耶稣是一个很大的尊赞 我们想要控制你 想要继续找到你的魔鬼在尊赞 各位基督徒也是一样 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每天在每件事上 我们想要多走一趁 接近上帝一点 魔鬼就不高兴 所以当我们亲近上帝的时候 魔鬼一定会想办法拦阻的 基督徒这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我们在跟魔鬼作战 那天晚上 耶稣的船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我认为是被最少两千个鬼 清洗的风浪 要把它弄成 那两千个鬼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不要让耶稣的船渡到那边 拯救一个身上恐怕有两千个鬼的人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耶稣把风浪斥折了 那风浪平静下来 然后耶稣在门途中 你们怕什么 你们没有信心吗 他们大大的惧怕 他们彼此说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们 我今天讲的题目可能是 耶稣是谁 我今天讲的题目也可能是 你是谁 你认识了耶稣 你才认识你自己 门徒跟随了耶稣 千年来 当基督教的使者把福音传到 斯坦福传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都是 不是传自主 我们传耶稣基督是主 各位我们甚至不是在传一种 文明生活的方式 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是主 所以我再次强调 教会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不再传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的信息就有问题 那耶稣是谁 门途门 这些跟耶稣在前门途 他们都撇切了一切来跟随耶稣 可是他们在跟随耶稣的路程中 他们发现他们不太问是耶稣 他们必须在问 他们常常在问 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们今天来到这儿 各位联会参加任何一个联会 基督教聚会也是一样 但我们是告诉你耶稣是谁 告诉你你是谁 告诉你你是谁 耶稣是谁 你应该做什么事 你应该顺调他 耶稣曾经问过门徒 耶稣问门徒说 别人说我耶稣是谁 耶稣也问过门徒说 那你们说我是谁 各位基督应该记得 就在马太福音里面 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别人说我是谁 有人说 噢耶稣啊 有人说你是这个你是那个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有个不知道 你小朋友的耶稣是谁 彼得说了一句话 彼得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我不知道在中国的电视 有没有这个节目 我也不知道现在 在美国的电视有没有这个节目 我们在台湾现在好像没这种节目了 但是以前有 我看全世界都有这一类的节目 这一类的节目呢 大概都是有奖争达方式表达出来的 怎么讲呢 就是那个电视主持人 反正谁都可以参加嘛 然后问问题 看谁能答出来 然后 然后答一个答两个答三个一次可能有几个问题 然后呢 慢慢就删删删删删删 你没有答对 你就被筛掉了 没有答对就筛掉 然后你答对了 通通答对了 下个礼拜可以再来 然后继续答对 下个礼拜再来 大概到第六次 到第七次到第八次 可能有的是到第十次 那时候你每答对一次呢 你奖金就累积得很高 那我们那个时候 有人甚至到百万奖金的 到你最后一次 最后一个问题 陈先生 请问您 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问题 这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都会有 反正那个回答的人 有人需要唱博学的 他如果答对了 常常就有大场 现在 耶稣说 我永生我是 彼得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的儿子 当彼得把这个答案 一讲出来的时候 各位你要想象一下 那好像 有个乐队 就开始在奏乐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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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他答对了一百万 天上的天使都拍手了 耶稣说 西门彼得恭喜你 你答对了 再有一千万 不不不不不 各位不是一千万 耶稣说西门彼得恭喜你 你答对了 这个答案 你答不出来的 你答出来是上帝告诉你 我们在这每个基督徒 你能说出基督 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我恭喜你 你讲不出这话 不是上帝指示你 你讲不出这话 我们当中的非基督徒朋友 你要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如果你相信 我也恭喜你 你是不可能相信的 所被上帝感动 人能认识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 是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 那是一个永福的人 但是我们有那个福气 不表示我们继续有那个福气 耶稣是永生神的 彼得讲的 但彼得后来又有问题了 这跟我们基督徒一样 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相信耶稣就是上帝 但是在生活中 你生命太久了 你家庭的问题太多了 或者是有一些很多艰难的事 太久了 我们容易就开始怀疑 耶稣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 我们可能在艰难 你长期的艰难之下 会忘记 会怀疑耶稣是真的 是我们寻找的答案 另一方面 你也可能 长期在舒服快乐的环境中 渐渐把耶稣忘记 门徒有好多次有这个问题 甚至 各位啊 耶稣的开路先锋是施洗约翰 他后来被关起来了 他择备当时的王被关起来了 当时希律王把他关起来以后 在监狱有一段日子 施洗约翰就派人问耶稣的门徒 说 问耶稣 说 那个 将要来的那位是你吗 还是我们要等 其他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施洗约翰 耶稣的开路先锋 圣经上说 凡女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了不起的 他后来失去他的信仰 他怀疑了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要等别人 施洗约翰后来有时候 恢复他的信仰 圣经没有跟我们讲 但是他在中央里面 他怀疑了 怀疑的理由非常简单 我是尼赛亚的开路先锋 现在我被关了这么久 没有听到耶稣有丝毫来拯救我的行动 所以他问了这句话 那将要来的事 还是我们要等别人 每一个基督徒 你长期找不到工作 你长期婚姻解决不了问题 你长期碰到困难 你祷告 你寻求兼领会的弟兄 你马赛不应的话 你们寻找就行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祈求就给你们 你敲门敲敲敲敲 敲了一圈下 也许你不想敲 你寻找寻找 寻找了三四圈领会 也许你不想寻找 趁着你是基督徒 你迫切地祷告 主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没有声音 在世界历史上 好多伟大的文学里面 讲到他最后怎么 失去了上帝 因为上帝不理他 因为上帝不会不理我们 但是我们常常感觉 好像上帝没有理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问 你是谁 困难太多的时候 我们问你是谁 所以当时我们信心能够坚定 这个时候 当耶稣行的实事的时候 他们也会问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所以我请基督徒们不要骄傲 我们实在没什么可以骄傲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有的时候还不如非基督徒呢 有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成见 在我们身上 以至于弄瞎了我们的眼睛 他们居然不知道耶稣 就是那位能平静风和海的 耶稣是谁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也有人说类似的话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路过的人就说 你如果说像你自己说的那样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 你下来我们就信你 我小时候看圣经看到这片 我就会说 你下来不但你下来 你把他们挂上去 耶稣没下来 我再次说我们当中信耶稣的 我真的要恭喜你 你对他有不器 我在很早的时候 大概十年前 我就听过一对中国大陆留学生做见证 我们当中也有些年长的 是儿女带你圣主的感谢主 有一对中国大陆留学生 夫妻他们信耶稣 打电话回去 跟他爸妈讲 我们信耶稣 爸爸是共产党 听到儿子信耶稣了 很不高兴 当然爸知道耶稣是什么嘛 耶稣是什么东西嘛 就是以前五十的时候 青年人对耶稣的感感 耶稣是什么东西 他知道 但是儿子当他讲了呢 他就跟儿子谈一下 你先说看 耶稣到底是谁你要信他 各位 你打电话跟你父母讲 我信耶稣了 你父母问耶稣是谁 你要信他 你会回答什么 我相信你有各种不同的见证 最标准的答案 就是这个 这个信你信主的跟他爸讲 爸爸 我信耶稣了 你问耶稣是谁 你问我为什么信耶稣 我信耶稣因为 耶稣为我的罪死了 这标准答案 这最正确的答案 耶稣为我的罪死了 基督徒 常常信您在这个 我们圣经的这个 术语和字眼里面 讲太多了 我们都忘记我们在讲什么了 有的时候不信主的一个反应 就帮我们提醒 爸爸我信耶稣 因为耶稣为我的罪死 完成正确 可能你不知道这句话多荒唐 他爸爸知道这句话荒唐 因为他爸没常常听这句话 听了就非常荒唐 他爸就说 你干嘛要是一个死掉的人 各位 对不起 我再一次说 我不是在讲政治 我不是在反对毛主席 也不是在拥护毛主席 希望各位在座 政治比较敏感的 政治很正确的 请您原谅我 为什么有人要跟随毛主席 为什么有人要跟随拿破仑 为什么有人要跟随陈希斯汗 为什么有人要跟随亚历山大大帝 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共党员 包括我看过罗云青的 那个后来的他女儿 写的这个回忆录 罗云青被毛主席整死了 到最后还是 哎呀对毛主席忠心耿耿 为什么 为什么邓法兵也这样说 因为他们都有一点 毛主席 带我们打胜仗 跟着毛主席就顺利 为什么跟着陈希斯汗 因为陈希斯汗打胜 为什么跟毛主席 因为毛主席打胜了 把国民党改下海了 为什么跟随拿破仑 因为拿破仑得胜了 各位我们相信一个人 我们跟谁一个人 因为他是英雄 因为他把别人打败了 你这样功成万古枯 你能够相信一个将军 因为他杀了很多的人 现在耶稣没有杀人 没有什么好信 你信的是一个弱者 被打败了 那个中共党员讲得非常对 你干嘛信死的人 你要信一个能把别人杀死的人 当耶稣在十一加上的时候 大家都讲了一个最有常识的话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下来嘛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把我们这些罗马人挂上去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不是讲救恩的 耶稣不能下来 耶稣下来了 我们就没有救恩了 耶稣要为我们死到底 但是对不信主的人 甚至对信主的人 在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觉得 上帝对我们太贪忍了 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做 愿所有的基督徒 愿所有的木道的朋友 你信是圣经的能为上帝 你信不是你自己理想你的上帝 你要多读圣经 耶稣是神的儿子 但是耶稣不是按你的方式来做事 你需要做的事 你需要信靠耶稣 耶稣并不是一个全能的仆人 你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耶稣是全能的主人 他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当然我们祷告 他听我们的祷告 他为我们做事 但是全体是你顺住他 他什么时候 他愿意这样做 他什么时候不这样做 我们实在不敢确定 但让我们学习 完全绝对彻底的顺服他 这就是基督教常常讲的 实际教的道理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们平静风和海 下面我们讲的重点是 你是谁 第五章第一节 他们来到海那边 过了海了 格拉分人的地方 各位耶稣来到这个地方 把这个被鬼附的人医好了以后 就要回去了 所以耶稣那么辛苦 那么累 睡在床头 风浪那么大都睡不醒 因为他太累了 他这么累了 所有的目的 飘扬过海 要拯救一个失丧的灵魂 我们昨天有问过 我今天重复讲 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力气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干解冰魂 以前在台湾 是很有地位的教授 几十年前到这个地方来 做学生工业 接下来跟你们拔河数 哎哟真是 应该没有拔了 做拉拉队吧 花这么多力气是干什么 还有这边 我们的鲁林同志 这么辛苦 他是干什么 各位我们活着都只有一个目的 我们希望把上帝的脸合出来 让你能够信靠他 当然我再说 我讲这话 没有喜好要强迫你的意思 信念不能够强迫 我们求圣灵来感动你 我们不能强迫你 我们讲再多见证 再多故事 叫你反感 叫你感动 叫你流泪 那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圣灵让你知道 耶稣 圣灵讲的耶稣真是神 但这里常常有很多的蓝主 下面蓝主就来了 耶稣来这里 只为了赶一个鬼 他身上的鬼 就在晚上 净风作浪 让耶稣过来 耶稣一下船 就有一个被污鬼附造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 迎着他 那人常住在坟营 坟营就是坟墓 那人常住在坟墓里 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人是用铁链 铁链捆他 铁链竟被他争断了 铁链也被他弄断了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这个人啊 其实好恐怖 这个人 在路加福音记载说 这个人不穿衣服 这个人 用我们一般话来讲 就做了这个风筝 而这是一个危险的风筝 这危险有自残的风筝 是住在坟墓里的 他不住在人间 他住在坟墓里面 然后他住在那个地方呢 显然有对人有很大的威胁 对自己有很大的伤害 他拿石头常常砍自己 自己残害自己 人为了要约束他 就把他用铁铁链捆住 他把铁铁链都弄断了 当然 我还是说 你完全是不相信的 使这风筝忙的聊待记忆 我相信是真的 不过 你跟我说一下吧 各位这个人 我认为就是 所有人的写照 就是你我专门 人啊 是戴霍英寫过一本书吧 一篇文章 人啊 人 大家有没有人看过 人是什么 学习家也会问这问题 我想 这个马克思也问这问题 人是什么 人到底是什么 我们基督教讲 人是按照 上帝形象造的 所以人 极其的高贵 极其的厉害 人非常的聪明能干 在圣经里面 有讲过 我刚刚你们那个戴霍英 讲的一句话 或者类似的一句话 可能很多基督徒也熟悉 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 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 并你所成色的月亮星束 便说 人算什么 已经顾念他 人是什么 人算什么 对人伟大 人的伟大 人的伟大 是因为人是上帝造的 即使在人堕落以后 我没有看过 个人和团体 我没有看过一个人 包括记账 包括很卑鄙 包括很笨 包括很窝窝 我没有看过一个人 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 他没有上帝圣像全成的形象 每个人都有他了不起的 我们这边有医生 我们这边有做这些生物研究 各位整个宇宙 一草一木 整个宇宙 生物和无生物 整个宇宙 我懂得太少了 比你们的 比你们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但是我懂的 我看到的 我觉得这世界实在太奇妙了 我不懂什么叫Fuck 你们学乎你们都知道什么叫Fuck 但是我懂圣经上讲的 这个世界上 其实是那么小 那么短暂的一个Fuck 到最大的心灵 到个人 到团体 到文明 到生物 到无生物 通通选出上帝的奇妙 见地满了主的荣耀 见地满了主的智慧 而上帝的荣耀和智慧 最丰富的就写在人的身上 不管人的头发 人的脊椒 人的意识 人的大脑思维 人的心脏 人的皮肤 我都听过很多不是皮肤 跟我讲的 人的心脏都很奇妙 我不知道每天跳多少下 一声跳多少下 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 非皮肤 人的心脏的肌肉 怎么可能做这样的运动 做我不知道几十万下 还几百万下 任何一个人间的东西 任何一个人所做的东西 你们有念材料科学的吗 都听不起这么久的工作 可以做这么久 没有精熟疲劳 没有最后坏脚 最后坏脚 心脏最后不能跳了 但是 这么多下 这么多下 不多不少 这么多下 一声脏七十年 八十年 心脏 各样的事都奇妙奇了 我一个朋友 他今天没有信耶稣 我在一遍一遍所的时候 我在神学院 他的医学院 也是 就是我上午讲的 那个安徽科技大学的 老的那个安徽科技大学的 他念的是 反正是医学院的生物科技 那时候 在美国很多 包括我们来那边的大学 有那个 就是四百一二 坐这里 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包括我太太 都是规律 然后我还记得她跟我们讲 人怎么才会怀孕一次 她讲的事情 她指着我说 她说人的怀孕 不是把君子和男子放在一起 就能够怀孕这么简单的 她说那妙奇了 她说 只有你们的上帝 才会想出这种事 我是不知道 我现在也忘记 这句话我喜欢记得 这个世界充满了上帝的奇妙 人太奇妙 所有的奇妙里 最奇妙的是人 人的最奇妙里面 恐怕还不在你的心脏 不在你的皮肤 不在你的血管 不在你的头发 人最奇妙的 在人的思维 有很多的 哲学家和神学家 包括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说她只想认识 只想了解这种一件事 一个是上帝 一个是灵魂 其他都不要了解 太奇妙了 我们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什么样子 这样的能力 我很喜欢看 不管是人类文明的历史 或者那些天才的那些传誌 我是不喜欢看那些天才 因为我太笨了 所以看到那些天才 就看到 好棒 包括 面位屏 你们说年轻人 不知道面位屏 你像 好厉害 把那小日本鬼子 殺的一塌糊子 好厉害 好会下围棋 一摆在那 就摆这个地方了 包括那些音乐 意识 数学的天才 我不懂 其实我都不懂 但我喜欢看一看 心想网诗 我看那个Rutcher Feynman 的物理学家 我看他的专句 人羡慕死了 他讲的 我一定都听不懂 但是我看他就能把那问题解决 那么棒 就能解决那问题 我看高四的故事 学生 小朋友 高四那一单 吵死了 老师说 你们这么吵 给我做一个数学题目 1加2加3加4加5加到100是多少 各位 你慢慢加吧 1加2等于3 3加3等于6 6加4等于10 你慢慢加吧 高四一分钟就算财了 怎么像我不跟你讲 你们应该知道 天才 很简单 非常简单 二世纪有个很伟大的数学家 Johnny宏隆man 听说他是二世纪最出色的数学家 当然这很多人说过 我就看到很多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一讲就解决了 我没有 我当不知道 那个 那个 Mr. Feynman 呃 在台湾工业 工业院 有一个 身为弟兄民族 我一下忘记了 对不起 他以前在哈佛大学教过书 所以不是 不是什么插进的人 后来回工业院 做做做做做做高级的负责人 他以前在卡太朋友书 他在 海门底下 做过研究生 我说你上过Findman的课啊 他上过 他Findman 那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上课的 有的时候 研究生嘛 博士生嘛 我们做研究 想一个题目 想半天 想不出答案 继续找Findman Findman呢 我们想的体力也想不出来就问他 他说 音乐一听我们讲音乐一听 算是要算 我们问题问完了 他说你的答案在这里 就是天才啊 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你们大家知道 叫Findman Dyson 这个人听说有记得拿诺贝奖 但是都插肩而过 Findman Dyson 他在居加哥大学教书 现在当然都退休了 还活着活着回去的 不知道 Dyson说 他那个时候在 哦不是居加哥 他在彭省 彭省 他在彭省 做研究 他们有一个project 很大一个project 要投资非常多的钱和时间做这个东西 但这个投资实在太庞大了 他们不知道做不出来做不出来 Dyson就到居加哥去找Findman Findman Findman是一个物理学大师 你们知道 Findman就说 好的物理有两种办法 approach 一个是要有精密的数据 另外是要有非常漂亮的想象能力 然后Findman说 你们这个计划 两个都不是 这是垃圾 的 Findman Findman 准备 你几个月几年的辛劳 他一眼就看出可以做不可以做 这叫天才 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形象 都有他了不起的聪明智慧道德 我们有奇妙的决斗 圣经上说 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着天 和你沉睡的灭亮心术 便说人算什么 你请顾念他 各位人算什么 人太了不起了 若是Ferman Dyson 或者Fermin 或者Ferman 或者Einstein 或者牛顿这些天才 或者莫扎特 或者康德 或者这些天才 就是你我 我们每个人都按着神的形象造语 都非常了不起 接受我的致敬 因为你身上有上帝的形象 不管你信心耶稣 但是当你不信耶稣的时候 这个上帝的形象在你身上 也能有道德 也能有聪明智慧 我刚讲没有一个是基督徒 这些天才 呃 将你仿敏的 有在此前信了耶稣啊 或者有一点归回天主教的信啊 但是不是重新得救基督徒 大有问题 这些艺术家聪明智慧的 世界上聪明不得了的 绝大多数不是基督徒 尤其越现代越是这样 但是这没有妨碍 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上帝在怜悯恩待他们 上帝给他们聪明智慧 能想出那么多奇奇妙妙的事 能够想出那么多美好的事情 我在这里又想到了 我听音乐 我喜欢听音乐 我喜欢听 好听音乐 对不起 说的好听音乐 就是我听的所有人 就要好听音乐 我喜欢听钢琴 我喜欢听小曲曲 我听的时候 我有时候听的时候掉眼泪 怎么有可能 有人可以拉出 可以弹出 那么奇妙的音符来 各位看过呢 阿玛特亚斯文莫达斯文莫达斯文的电影吗 怎么有那么聪明的人 走人面上说阿西东 就是锦衣 然后配声 这么棒的音乐 小朋友每个人都弹过 一山一山小星星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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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简单的 可有各种变奏 太神奇了 那个神奇 真的叫人进入上帝 叫人也佩服这些聪明的人 可是 当这些非常美好上帝的脸在人身上 人没有归向上帝的时候 各有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聪明智慧 最好的 也是虚空 坏的 这是伤害 就像原子弹 我也看了一些 关于原子弹制造的过程 对不起 我不是指 我们伟大的 共和国制造原子弹 我也看过一点点 包括人家把那块石头 在政治局里边 毛主席上讲的时候 我也知道一点 关于前一阶段先生的事 我讲的是 在这个 拉萨莫斯的 做原子弹的事情 我知道 那些人是聪明嘛 但是那些聪明 所产生的 强大的力量 是强大的 破坏的力量 所以我们不要讲那些天才 就我们 你我 对不起 实际上你们也是天才 起码是半个天才 我是英才 你们也是 我常常被提醒 这里的人都是很强烈的自尊心的 就是很自卑 不能不称赞 不能不随时捧不捧的 各位 我们伤害人的本领 真是很高 对不对 你要说一句话 造就人 帮助人 不容易 你说一句话 比如说 你们东西算老几吗 还不是抄来的 或者说 你要走路让你真难看 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吵架 夫妻在吵架 我们在伤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讲出那个话 就是每个的人都是天才 我们在讲造就人的话 很难说 我们要伤害人 非常容易 各位 你们历经这个 各种 骤真 争浪的人 也很了解 我在说什么 我要说的是 格拉根这个被鬼扑的 就是你和我 大有能力 可是我们的能力 基本上用在伤害之上 基本上用在 祝宝的身上 而我们的祝宝 这一切的祝宝 哎呀 如果不在上帝的恩惠和 之下 如果不是顺服上帝的话 我们所造成的 是对聚取 和对人的伤害 他住在本里 他没有穿衣服 他过一个不正常的生活 各位 你再想想 你的生活够正常吗 你再想想 我们在做什么 各位 我们在 里面很多人 做IT的 做高科技的 做电脑的 我不知道 我是电脑白痴 我根本 很少碰电脑 我知道 电脑的应用 我猜了 很大一部分 或者很重要一部分 恐怕是社群的 很重要一部分 恐怕是电脑游戏的 也就是很重要一部分 就是高科技 当然也有很多吧 包括圣经的软体啊等等 那恐怕是 地造分之一 恐怕很大一部分 做得伤害人的 很大一部分 在全世界 包括在台湾 电脑 被违动的 很大一部分 是让青少年活得非常痛苦 我认识 在台湾有个机构 叫陈西会 陈西会是一群基督徒 在那里做帮人戒毒的工作 他们是帮助人戒毒 那么在这几年呢 他们所借的东西 就是上瘾的东西 他们借 也借电脑的毒 如果在台湾 我不知道在中国 我相信也是啊 越来越多年轻人 坐在电脑上不下来 正好像被鬼附了一样 不下来 那个吃喝拉伤 都离不了那个电脑 就被那个电脑控制住了 我听说呢 中国大陆也有这种情谊 在这种情谊久了 忧郁症 照忧郁症都出来 因为我们有个聪明社会 是不是就让我们这些聪明社会 使我们更多 更方畏的残害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也不能被控制 在台湾 有两个世界第一 第一个出生率是世界最低的 我们现在不生孩子 我们不生孩子 因为大家 觉得生孩子太累了 我们都养宠 养狗啊养猫啊 不生孩子 我听说西方社会也是这样 另外一个 我们自杀率越来越高 而且自杀的人 年纪越来越往下降 如果你们看报纸 你还可以看到 台湾最近有好多烧炭自杀的 就是愿意要化上中毒这样自杀的 各位 你现在还不想自杀 因为现在还要拼命地活下去 那么活下去 等到你活得够好了 大便就开始想自杀了 这个人 脚梦被他弄断 铁片被他弄断 没有人能制服他 就跟你我一样 我不记得 是不是杨王杨明说的 除山中肥义 除心中肥乃 你能控制你自己吗 你能克制你的提示吗 你能克制你的私欲吗 耶稣说 一个男人看到你人就动你一面了 就把他眼睛挖出来吧 各位亲爱的男性朋友 你有一万只眼睛够你一个月挖吗 我们恨 我们嫉妒 我们虚恶 他昼夜里藏在焚银里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提多书说 我们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相恨的 这 圣经讲的话 我又觉得伟大的有时候毛主席讲的非常像 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 天天拿石头砍自己砍别人 其乐无穷 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好乐 我们人不正常 最不正常的是 当这个人看到耶稣的时候的反应 他看到耶稣 他跑过去 他一方面拜他 他一方面说 至高神的儿子 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个人团体 国家 民族 大概基本上 我们都在 魔鬼 不是大概 我们都在魔鬼掌握底下 当我们看到 听到耶稣的时候 大概除非上帝有特别的你 基本上 我们是排斥 我很少 我几乎没有听到 有一个人 第一次听到耶稣 哎 太好了 我要信 如果实际上 我终于恭喜你 你实在太有不切 通常我们都经过很多的思想斗争 没有办法信耶稣 我们经过很多的真词 我们通常都有一想法 信耶稣是叫我们痛苦的 就好像今天晚上在这 坐在这听到是痛苦的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上网 那是愉快的 如果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去游泳 那是愉快的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开车 晚上到那海边去过一页夜生活 那是更愉快的 反正犯罪就是快乐的 遵守上帝的话就是痛苦的 雷风是好人去学的 我们是不想学的 口里要讲 人最大的痛苦 人最大的错误 魔鬼给人最大的伤害 是我们把拯救我们的上帝 当作我们的敌人 我指着上帝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因为耶稣上来就吩咐鬼 从这个人身上出去 这也是我们的矛盾 不过我看过多好人 包括我有的时候 也是陈世会帮忙 那吸毒的人 他们都已经是算是 戒毒比较成功 去了耶稣的人 我印象比较深 其实每个个故事都非常凄惨 也非常的生动 有一个女孩子 这女孩子 可能讲讲有些人还知道 我现在要忘记 陈仙 她曾经在这边 好像勾人神圈读过书 现在她和她仙仙都在大陆宣教 很漂亮的女孩子 十几年间我们认识的时候 她那时候家在花莲 台湾东部 她爸爸非常有钱 她是高中的时候 学会试毒的 她爸用尽一切办法 没有办法让她不试毒 后来她离家 她年轻她漂亮 女孩子年轻漂亮 各位 她要拿到毒品就比较容易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她也知道她做的不对 但是她没有办法 她是一个女孩子 她说她发起脾气来的时候 她毒瘾发作的时候 家里没有一个人不怕她 就好像被鬼附了一样 各位女孩再说 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有没有一种像全国都被鬼附了一样 哦 你这反华的 反面分子 好我就说 在每个人想要赚神的时候 也是全国都像发疯的一样 被鬼附了一样 一样一样 我们都在二者的手下 用不同的方式 用文明一点的 或用野蛮一点的方式 来选出我们的疯狂 我们的痛苦 而我们最大的疯狂 最大的痛苦 是当上帝派他儿子来救我们的时候 我们把它当作鬼 我们把鬼当神来拜 我们把神当鬼来赶祝 这是每一个个人团体 国家民族 我们会有个特点 那个就叫做罪 也是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回答说 我名叫秦 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秦这个字 英文的翻译 有的时候是照那个希腊文翻 Legend Legend 就是罗马军团的那个数字 罗马的军团 一个军团的人数 大概是 我忘记是不是六千了 所以有人说 这个人身上的鬼 有六千个 后来朱烟死了 有两千头 有人说 这个人身上的鬼 有两千个 我真是不晓得 这也不重要 反正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心里面 真的很多的鬼 那个鬼啊 各位 那是说我们吃面疗牙 或者口吐白泥 不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完全 非常文极彬彬的 离去上帝 以赴我为中心 我不要说 我们都被鬼赴了 我想是断然没有 但是我们都在 远离上帝 那种罪恶中间 好 耶稣要把这个 人身上的鬼 赶出去 他们不想出去 他们再三求耶稣 不要叫他们 离开那地方 好 下面 别人请 也让别人 讲一点魔鬼学了 我实在不知道这些 我也说 我们基督教 重点不再讲魔鬼 甚至不再讲人 我们重点 在讲上帝 我们要认识上帝 过来提一下 这个鬼 照我从圣经来看 这个鬼 鬼跟人一样 也很想住在一个地方 怎么讲呢 这孤魂野鬼 没地方住 他最好住在一个地方 叫我猜 圣经根据不太多 那各位 你想住在哪里呢 你想住在哪里 鬼也想住在哪里 各位 你想住在哪里 你想住在舒服的地方 空气好啊 天飞加哥 实在是不这样 实在是一个 我看鬼很多 人有很多的地方 对不起 太玩笑了啊 因为这地方 实在环境太好了 我们很想住在这地方 空气好 阳光好 各方面都好 土壤也好 我们在台湾 也有这样的 这个 建商的广告啊 我家后面有小河啊 人在台北市面 水泥森林 若能住在一个 稍微有点 密尽量中的好 那在美国 在全世界 有种每年 都有这种选择 全世界最适宜 居住的城市在哪里 全世界 最适宜居住的国家 在哪里 那么我知道在美国 西亚图曾经 好久不上榜 我不知道这边是怎么样啊 最适宜居住 包括室安好 包括交通公居啊 什么什么 学校 对我们中国人 最重要是学区要好 反正是什么好 什么好 什么好 总之那个地方呢 自然好 明天好 等等等等 要好 我们也住在那 各位 照我看啊 这个世界最适合 鬼居住的地方呢 就是人的身体 因为那个水 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是最好的 所以他喜欢做的事 我讲这个 有圣经根据 耶稣说 无鬼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 飘来飘去 寻找可居住的地方 找不到 回到那个人身上 看到那个人身上 把扫的干干净净净 没有上帝住进去 他就带着 屈子更坏的鬼进去 当然末后的光景 更糟糕了 我觉得圣经里面 的确讲 鬼喜欢住在 人的身上 因为人最舒服 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 所以等而下之啊 那鬼实在找不到 人身上住的时候呢 就会住在屋子里 鬼屋 你们听说 闹鬼的屋子吗 我们居住不相信这一套的 我也看过很多宣教室 讲到说 他们到中国 或到很多地方 住到房子里 因为当地居民 讨厌他们嘛 后来就在鬼屋 找到 因为鬼屋没人敢住 居住一听到 就想去做 因为 我们的鬼是怕我们的 我们是不怕鬼的 我讲这么多 我还要强调一点 各位你知道 上帝喜欢住在哪里 上帝哪里是要住 守人们在献殿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话 神啊 天和天上的天 不足为你的积首 何况 我所说的这个殿呢 基督教 并不看重圣殿 基督教 并不那么看重教堂 我们也不会说 上帝住在圣殿 我们教堂里 象征信的是这样 在其他宗教里 我们认为是迷信里面 我们会说 那个神明啊 菩萨 住在那个庙里面 我们的上帝不住在圣殿里面 上帝住在哪里 你看啊 16章第一节 英文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矫正 你们要为我造 何等的殿 但我所看顾 我所居住的地方 就是虚心痛悔 因我化而占据 保罗说 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保罗不是说 你们的灵魂是圣灵的殿 不是说你们的心灵是圣灵的殿 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各位 让我们 可慕神住在我们里面 神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生命就光辉 就圣洁 就善良 每一个基督徒 就是有神住在里面的人 我们也会犯罪 也会在魔鬼的地步 让我们求神 不仅住在我们里面 常住在我们里面 你住在哪里呢 你也住在神里面 吃丁就吃丁 烟花 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住 我们住在神里面 神住在我们里面 当然这一切都是象征性的说法 这一切 所要表达的就是 我们的上帝 非常希望 跟人 有亲密的关系 需要我们享受他的爱 而爱他 需要我们因为他的爱 而爱其他的人 而当我们在最后过半当中的时候 不是说你在发人杀人放股 也不是说你在吸毒赌博 你可能是博士后 你可能是医生 你可能甚至是 是在教会里面 像亚拿米亚 撒贝拉一样 你心里自我中心 你自大 你骄傲 那就是远离上帝的时候 我们求主 让我们心里有上帝 身里有自由 有平安 有喜乐 有爱 基督服就是有上帝的爱 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问题 就是说 非基督的学问不好 道德不好 知识不好 你们很多地方 这些都不学习 我们也学习 我们也感谢上帝 但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 你所有的一切 国家民族 所有的一切 个人团体 所有的一切 即便都是上帝的恩典 最后是伤害我们的 好 这个人身上这么多鬼 他要求 不要离他 不要离他住的地方 因为住在人身上太舒服 但耶稣要把他赶走 11节在那里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央求耶稣说 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 负责猪去 所以人的身体比猪要好一点 春来求其次 只好 你看 两千个鬼住在一个人身上 他们都觉得 比住在两千头猪身上要好 你知道你多难不止吗 你知道你多棒吗 你今天不来听这段话 你还不知道你多棒 最少比两千头猪还要棒 对不起 开你玩笑了 其实应该是两千乘两千嘛 对不对 两千个鬼在一个人身上 比每一个鬼住在一个猪身上 还要更舒服 他们说 不能住在这个人身上 你要叫这个人得到 你要把我们赶出去 你要把我们赶到猪身上去吧 各位习惯的是 耶稣就允许了 耶稣去吧 在路加福音那里讲到说 不要把我们堆到地狱里面去 堆到流氓火壶里面去 那是他们最后要去的地方 耶稣为什么引起了这群鬼 不把他们彻底消灭 而把他们赶到猪的身上 这是历史历代很多解经家的困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两个解释 我不想能够接受 一个就是 这里的人不应该养猪的 猪在里面是不肥定 是不应该养的 他们养猪明显的违反了上路 所以你应该可以养 只是那个时候不可以养猪 所以呢 上帝要准备他们违反上帝的诫命 就把这这允许鬼进入猪身 然后住耶稣了 另外一个 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一个解释 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 神的确允许 他减少了魔鬼的活动的能力 当然允许魔鬼还在这个世界上 有会兴风作浪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活在世上 魔鬼不要再有任何的干扰 但是还是会有的 我们只有在这些干扰之中 我们求神让我们继续信靠上帝 我看约伯记有这种想法 好 不过我们不谈这些 约伯说你们这些鬼通通出来 你们可以刀到猪身上 那鬼就通通出来了 就跑到猪身上 猪有两千 大概鬼也有两千 这鬼一跑猪身上 那个猪就像风味一样 跳到山崖底下去 通通淹死了 上面有个问题 那后来呢 那这鬼就放哪里去了呢 各位圣经朋友讲 我不能告诉你 过我猜一下 那鬼干嘛 去了 你停下去 也许你可以知道 猪淹死了 放猪的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里的人 众人就来看是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 就是从前被群鬼 你们喜欢文学的 你们知道卡密尔写过一本书 就叫群鬼 英文的单译是Ghost 圣经里有很多 包括卡密尔不是基督 很多很多不圣经 很多有名的人 喜欢用圣经里的东西 来表达他们的思想 群鬼 那从前被群鬼所复杂的人 他们看到一件事 他们看到这个人 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用我们今天话讲 一个疯子好了 一个不穿衣服 天天鬼吼鬼叫着 一个不穿衣服 可以把铁链都弄断了 一个不穿衣服 鬼吼鬼叫 天天在自残 伤害人又吓人的人 已经像你我每个人一样 现在穿上衣服了 现在腾脑清楚了 他坐在耶稣的脚前 所以你看到这种事 你的反应是什么 当然很招式啊 一个人好了 圣经说 他们就害怕 然后众人就 央求耶稣 离开他们 各位那两村的鬼都跑 他们全上去了 当然这我们随便讲的了 你看到人家好了 你看到人家把病刺好了 你不断不求他留下来 你说 请你走 这不是鬼 这不是鬼是什么 我也要请各位原谅 我们中华民族 印度 日本 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 只是 日本 中华民族 印度 很多这种 文明 古国 蒙受上帝 很多恩典 恩典 对上帝的反应 是这样的 我们严严的拒绝上帝 当上帝的仆人使者 来到中国 来到日本 来到这些地方 各位都是一样 所以我不是反华 不管做了多少好事 我也承认学教 是做了错事 我们都忍 教会也会做错事 但基本上 侠不英语 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我不是自发基督徒 我们承认我们 基督徒要认罪为改 但上帝的荣耀 我们不可以否认 做了非常多的好事 可基本上 那些有强大 聪明智慧文明的 对上帝是抵挡的 是不要的 我们清朝 末年的时候 多少宣教 是做了多少 在教育 在各方面 对中国有很多帮助 我们始终说 他们是洋鬼 日本 印度 很多地方可以学 很多人 什么都可以听 所以不想听耶稣 我今天来到这儿 这两天来到这儿 看到这么多 还没有识耶稣的人 你们在这儿 被我们整了个三天四天 我已经非常感谢上帝 你们鬼已经被感受一半了 感谢主 你看他们的反应 看到一人好了 他们没有感谢 没有请耶稣留下 撒玛利亚人还会请耶稣留下 他们没有请耶稣留下 他们请耶稣走 各位为什么 因为耶稣 因为耶稣医好了一个人 叫两千头猪 年始 这损失太大了 耶稣上传了以后 那从前被给负责的人 恳求和耶稣 一同去 耶稣不许 耶稣说 你回到你家里 到你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 是何种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这是我们每个基督族的使命 神怎么怜悯我们 神在我们身上 做了什么奇妙的事 我们都想跟这个世界讲 我们要跟天使和世人讲 彼得 为禁止他们讲的人说 我们所看见 我们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各位我们实在 不是为任何理由 我们尝过主人的滞味 我们看到不信 上帝人的可怜 我们不能不说 这里 我今天讲的 是两个重点 因为耶稣是谁 耶稣是上帝的 耶稣能平静风格 耶稣爱人 耶稣一致好一个被鬼附的 但耶稣也是人 他会提见 你是谁 你是按照上帝形象照的 但 你也会 在抵挡 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有很多 自残和伤害人的行为 我最后 今天领会的弟兄 多早躲了我十分钟时间 我也提早十分钟结束 我最后十分钟的时间 因为你们今天会有讨论 希望是非常精彩的讨论 最后十分钟 我再讲马可福音第五章文 最后节的部分 第五章 二十五节 耶稣回去了以后 他继续在做事 二十五节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肉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进了他所有的 一点不见好 病逝反倒更重了 他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扇 意思说 我只摸他的衣扇 就会痊愈 于是他血肉的源头 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品好 耶稣动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 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扇 好 我也说一下 各位再一次 我相信有神迹其事 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超自然的事情 当然 也请各位基督原谅我 我希望我没有减少你的信心 我也必须说 神迹其事一定有 圣经讲的都是真实的 我相信今天也有 但是 从圣经来看 各位 神迹其事不是常常发生的 我相信耶稣曾经用五个饼 两条鱼 喂饱了五千人 我相信是真的 我相信今天 神仍然可能做这样的事 但是 这种事不会常常发生 各位我们今天来到营地 我们并没有 不缴 不缴吃饭的钱 我们也讲 我们并没有 在包括昨天 包括今天 我们并没有吃饭的时候 拿一包方便面 然后我们就住宿 就分给五千人 没有 我们还是请这些人帮我们做的 事实上 在过去两十年 我还不知道这个神迹 会重复了一次 一次的年 我相信耶稣 医病 赶鬼 叫此人 复活都真的 但是 即使在耶稣的时代 这也就是 每一个生病人 耶稣都医治了 马可福音甚至也讲 耶稣有不能够医治 我们中国不敢 但不能 所以说耶稣 不多行神迹 所以 今天有人生病了 我会为你祷告 我会求主医治 但是 直接接着 祷告神迹的医治 数量不明很多 我不会因此停止为人祷告 但是我也不会说 我每次祷告都希望马上看到 那种神迹 实施 我希望我这样讲 没有迷信的 没有什么太理智 神迹 没有 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 这种事 都是常常发生的 我说的话 也不是为 我不能医保 你的病 在下台阶 我的确没有太多那种经验 我在台湾的时候 总有人找牧师去祷告嘛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他的朋友 就临终定为了 希望我去为他祷告 我就去为他祷告 他全身插满管子 我为他按手祷告 求神祝福 祷告了才五秒钟 护士就跑过来了 我一直就逼逼逼叫 护士 你压住他的管子了 所以你不要随便找我去 为你按手祷告 我再说 我们相信神迹奇事 我们相信 有瘟鬼魔鬼 但是 我们最重要的 我讲一切 包括这些鬼啊 一定的事讲错了 你可以追上我 你可以不信 但有一点 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独立的忠神 耶稣基督是独立的忠神 罪人 我把死不开 所以我也希望 你能够自死相信 像有个女人 她有这个血肉症 十二年 她花尽了一切的钱 她没有好 她听到耶稣来了 很多人 各个耶稣的时候 身旺非常高 太多的人 她没有时间 她也想她 逼你 没有那个身份 就像我们之前 讲的女人一样 请耶稣 对她按手祷告 她就是 耶稣这么有能力 我就摸她 那些命 应该做那么好 我们最近都很讲信心 我们又很看重知识 尤其在这地方 我们强调知识 其实在任何地方 都强调知识 知识不是坏事 知识非常好的事 和西亚书说 我的百姓因 无知而灭亡 以赛亚书 耶稣 都有讲到说 人的罪恶在 不用是上帝 认识是知识的重识 我们例如不侵犯认识 不侵犯知识 有本非常好的书 J.Packer写的 认识神 需要你们多人去看 很好的书 认识上帝 认识上帝 独一 认识上帝 自来认识上帝 良善 我们越认识神越好 我们对真理的认识 越清楚越好 但是 如果这些知识 只是要我们 自高自大的 我明明里没有知识 这女人的耶稣认识不多 她是小比尔三位一体 我不知道 她知道耶稣神仁二世 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 她知不知道 耶稣是助女生的 我也不晓得 她知不知道 她对耶稣有多少认识 我不晓得 但是她知道 这个人非常想不起 这个人很有能力 这个人很慈爱 我捧一下她的衣服 我就会好 各位 你学习 注意啊 她真的好了 我们基督徒 不是拜物教 我们不会把耶稣的原衣服 拿来 今天再抹拜她 人常常有这种毛病 耶稣的衣服 被她摸了一下就好了 各位 不是那个衣服叫她好 是她对耶稣的信心叫她好 所谓信心就是接受上帝的话 基督徒知道吧 以利亚 耶稣 耶稣猜选她到基地西班 说有一只乌鸦会养她 以利亚就到基地西班 有一只乌鸦来养她 乌鸦每天雕饼给她吃 如果在我们台湾 一定不久就在基地西班 有一种神鸭庙 大家就会拜一个乌鸦 乌鸦 哦 神鸭 各位那乌鸦没什么样 不是 那乌鸦只是听上帝的名字 标不出来 但人会拜一个乌鸦 基督徒可能会使用一些神迹诗 使用神迹诗的话 但是基督徒 我们没有圣徒崇拜 我们不去拜一个圣徒 我们敬拜的是这位独一的宣神 所以你不要看 这个女人摸了一下 圣经书她就好了 你以为一不有什么神迹 没有 对了 神可以使用这些东西 我们也希望神使用 但神要使用 神使用 神不使用 那就没有一点作用 就跟没有一样 我们做什么事 我们不过是一个宿命 神使用 我们就能备用 神不使用 我们就不能备用 神要多使用 少使用 多发主意 神都要使用 因为他的名义 我们都感受 我们圣徒 毛主席的话 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上帝的话 理解的也要相信 不理解的也要相信 就对了 一时觉得他有能力 从来承诺出去 他就说 谁猫啊 各位 我不知道今天 今天在中国大陆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 我们在台湾 以前 现在也没有 以前也 那以前没什么娱乐 唯一的娱乐 就到店里面看电影 那个好的电影 你急死了 进场都急掉死 现在几百个人 在那个市院里 急进去 你说 谁急我啊 神经病了 谁都在急你的 你也在急别人了 现在一大多人 急着耶稣 耶稣说 谁帮我啊 门主说 夫子啊 你们说笑话了 你看众人 涌起你 你还说 谁摸你 每个人都急到你 每个人都碰到你了 别人说 不不不不 我知道很多人在急我 我知道很多人 在痛苦 但是有一个人 他是带着信心 他是带着盼望 他带着可慕的心 在碰我 一定有一个人 后来那个女人 就承认是他 耶稣说 女儿 你的性就平平安去吧 很多人在提耶稣 很多人在看耶稣 有一个人 带着信心 带着可慕 带着极可需要的心 在接触耶稣 他得到拯救 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在听到 希望你是带着信心 带着可慕的心 你就会许建 大会问我 我在参加很多聚会的时候 华人之后 各位 我们要不要呼召绝治啊 你们当中也有人经历过这些啊 就是我们等一下唱歌祷告 不要看 你以新耶稣请你举手 就叫呼召 各位 我从来没做这个事 这次大概也不会做这个事 所以大会几年俩 但是我会有一个建议 我们当中悟到的朋友 各位我们都在这 如果你对信号组有一些疑问 你想进一步了解 请你随时跟我们联络 如果你愿意的话 每一堂我讲道完 我都会留在这 你会来找我们 我们愿意跟你祷告 也想进一些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不能跟上帝 也就是说 我不会叫你说在聚会的时候举手 这个是给你面子 其实给我不自己面子 因为没有人举手 我很丢的 所以我就不问了 但是如果你愿意 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你在任何时候 包括每次聚会完的时候 你找我 任何一个牌子上 有这个 那是表示我们就是干部 你是导宝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信息你的恩典 求主你 我们同在 主你无所不在 你当然跟我们同在 让我们求主 让我们是渴慕你的同在 好像我们希望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 坐在日子一样 我们求主让基督徒渴慕你的同在 不是我们因为你的同在 我们讲到有能力 我们能够在变能中把别人变果 变倒 甚至不是我们因为你的同在 我们能够好像藤银架舞一样 飘飘欲仙一样 所以我们希望你的同在 是希望我们活出你的善良 你的慈爱 你的真理 我们能够装选出你的荣耀 若是我们自己要得到人的身赞 若是有求主赦美 我们只希望得到神的身赞 我们只希望人把一切荣耀 归给上帝 我们为我们这里的基督徒 为我去 我们同工都祷告 求主让我们对你的信靠 真实 错误的 虚伪的 扭曲的 我们求你除掉 我们求你结晶 因为主你知道我们基督徒 犯了多少错误 有多少错误的想法 虚假的想法 我们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不做一个虚假的基督徒 我们做 求主赦美 也求主 责备 也求主更改 我们也为我们当中的目道朋友 有的是 说已经决注信主 却还没有受洗的 我们求主怜悯 主求主的爱 恩待 呼召他们 让他们不仅是 乐于信他们 不仅是所有的觉知信主 让他们愿意在众人面前 做见证 设计 归入主的名下 跟我们这一群烂人 跟我们这一群同样的座员 一起来过 得胜的教会生活 不然因为教会有这么多的软弱 就离开教会 要只是造成自己更多的软弱和跌倒 让我们因着你的奇妙的词爱 让我们看到你在软弱人身上 显出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我们也为那对主 还没有任何的信心和兴趣的人 我们祷告 求主恩待 主你知道我们这一群得救的 我们对你常常有厌烦的信 求主恩待这些 还不及到你甜美的人 你吸引 让我们愿意信靠你 求主也帮助我们 某个一定会拦阻 当年某个会翻天覆地 清风作浪的 拦阻主耶稣去一致一个人 某个拦阻那些宣教士 千方百计地让他手下 所挟制的那些灵魂 不听到福音 今天我们知道 魔鬼也会用一切的办法 拦阻他手中的人 不来就进真光 主就求主让真光 照在这些黑暗的心灵里 我们求主恩待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